9月10日,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决赛,国平队长马龙选临北京队迎战世界冠军,林高远领衔的广东队,本场比赛有四位世界冠军上演巅峰对决,他们是马龙、林高远、王楚清、张超。 北京队延续了前几场比赛的好状态,最终仅经过三排大战,北京队3比0横扫对手夺得冠军,广东队获得亚军,此前的男团半决赛,广东队3比2险胜最大黑马福建队,福建队主将郑培峰一人独得两分,差点把广东队拉下马,而北京队3比0横扫和北队,气势如虹杀入决赛,拥有三名国平一队是厉害将, 得他们准备增加充分,本场比赛,北京队主教练张磊突然辩证,他将延安提到二号单打,让18岁世界冠军王楚清去打三号单打,这一辩证收获其笑。 第一盘,延安率先出战,他在与广东队主将林高远的比赛中发挥出色,经过五局大战,延安3比2击败对手,物局比分是9比11,11-9,3-11,11-4,11-4。 虽然前三局延安1比2落后,但他在逆境中迎来爆发,从第四局开始,延安完全控制住场上节奏,林高远正手连续发力,却打不穿延安的防守,延安连拿两局以3比2逆转林高远,帮助北京队拿下第一分。 第二盘,国平队长马龙对阵周启豪,本场比赛没有任何悬念,马龙3比0轻松祭败对手,马龙第一局上来就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,他打出7比0的完,每开局,定以11比4先拿一局。 不过在第二局和第三局,周启豪日用板手给马龙制造了不少麻烦,马龙以11比8拿下第二局后,在第三局一度6比9落后,关键时刻马龙连得5分,以11比9逆转拿下第三局,马龙为北京队再拿一分,广东对0比2落后陷入绝境。 第三盘比赛很有意思,北京队18岁小将王楚清队阵广东队32岁老将张超,2011年是拼赛获胜冠军,经验丰富的张超以11比8先拿一局,之后王楚清以13点11分,11比3连胜两局。 张超又以16点14分分回一局,双方战成2到2平,决胜军,王楚清11比9拿下,高举双手庆祝,北京队连胜三盘夺得男团冠军,广东队获得男团亚军,北京蓝队在本次全景赛火力全开,从小组赛到最终的决赛,马龙、王楚清、延安三位大将,连续6场比赛不失一盘, 三人18战全胜击溃所有对手,以全胜战绩夺得男团冠军,堪称无敌之失。 这三人当中,国平队长马龙发挥稳定,延安在决赛中级白龄高院将人眼前一亮,而18岁小将王楚清多次出任2号单打击被对方主将,进步非常明显。 王楚清在一年内夺的是兵赛团体冠军,亚运会团体冠军,全国锦标赛团体冠军,18岁级世界冠军,亚洲冠军,全国冠军于一身,横空出世成为国平重点培养的最强接班人,他的表现值得称赞。